哦啦啦 欢迎来到贾斯敏游牧生活第三集 我是Jasmine 这个月要跟大家聊聊旅行中的爱情 而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 也就是墨西哥人的爱情世界 你猜猜看 跟拉丁人谈恋爱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而我们今天不只要来一个台湾男朋友vs墨西哥男朋友的大比拼 还会讲到见家长的这件事 我觉得这访谈当中最劲爆的内容有一段就是说 我们在谈论墨西哥人的家庭 他们是很重视家庭的 家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 好到女儿会陪着妈妈去买情去内衣 一起讨论爸爸喜欢哪一款 天哪 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崩溃 就是墨西哥的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太前卫了 我觉得我这一生都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境界 在我们进入访谈之前先帮大家做一个前情提要 今天要访问的对象是我在墨西哥的同事Gamila 他也是一个台湾人 曾经认真的跟一个墨西哥人交往过两年 而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他们认识的过程 像是拉丁男生是怎么追到女生的 还有拉丁人他们的观念是爱情至上 而且一点都不怕放闪 在街头你可以看到各种年龄的情侣在亲来亲去 甚至摸来摸去 反正不管你是开跑车还是路边的乞丐 也不管你的身高是姚明还是你是哆啦A梦 大家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哦 而这个频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旅行的故事 旅行中的文化冲击 还有旅行带给我们的成长 诚挚地邀请你到Apple Podcast上面帮我打新评分 如果你对于旅行或者是旅行中的爱情 有任何想要分享的事情 或者是你想要听的主题 都欢迎留言给我 我会在这个月的最后一集 制作一个Q&A大全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也会抽出两个人送你墨西哥的明信片 如果你觉得用听的不够 还想要看到更多关于墨西哥的生活照 也欢迎你到Facebook搜寻 假思敏游牧生活 假是假义丙地物的假 思敏是思考敏捷的思敏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账号是JazzJourney115 J-A-S-J-O-U-R-N-E-Y-E-E-5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Camila的故事咯 每个文化都有它的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 你觉得就是跟华人约会 还有跟墨西哥人约会比起来 最大的优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华人男生 就至少来说台湾男生 我觉得就是很贴心 他可以照顾到你每个情绪 就是你有点不爽 他会说怎么了 应该是说台湾男生很敏锐 可是拉丁男生不会哦 你如果不讲 他我不知道他是就是装容作哑 他想说你不讲那就算了 还是他真的看不出来 我高度怀疑这就是 那你怎么办 就是你已经真的很生气了 你觉得 我就说我们需要谈谈 然后你就很直接把你内心的想法 我希望你应该要来关心我 或者是你看得出来我在不高兴吗 这些就是讲得这么明白吗 我会对我会直接讲 可是你那时候在一个情绪里面的时候 你多少都会很情绪化吗 但我会直接就是先把 我刚刚为什么不开心这件事讲出来 跟我希望他怎么做 哦 所以你很理性耶 你虽然在情绪上 但你还要很理性的 把这些事情写下来 就整理一下 因为我就觉得 如果我一开始是真的不讲 我会觉得你应该会来问我吧 你应该会发现吧 这没有明显到 这明显到我甚至不用说 你都知道为什么我生气吧 我就觉得他在专容作哑 所以我就会直接讲 然后他也能理解 就是你不会在那边跟他生闷气冷战 应该是说我蛮沉不住气的 所以不如直接讲 我就觉得讲出来比较好啊 不然会得内伤 真的 因为你死不讲出来 他们就假装没有这件事耶 因为他们不会像台湾人 就是发现到女朋友在生气 怎么办我完蛋了 他们不会有这种概念 他们不会问你 对 而且你如果跟他讲说 没事哦 没事 没有啊 他们就会觉得 那就没有啊 那就没事 我试过 我真的试过 这一点真的是 我觉得大部分的亚洲女生 都没有办法 都受不了 一定会很快就分手了 不能装没事 直接讲 对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 华人的优点 华人男生真的有优点 我觉得华人男生 我们现在台湾男生 听到这一段 会不会就采取同样的手段 你是放妆没事吗 对 试试看 然后他会等着 他女朋友跟他翻脸啊 对 没错 没错 你最喜欢墨西哥人的点是什么 嗯 很直接吧 跟很热情 对 算是我刚刚提到你说 一开始在追的时候 都发直球 对 而且很亲切 他就是会有一种 给你是家人的感觉 哦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可是 你会有一种 哦 我可以信任他 什么都可以跟他讲的感觉 就是好像 你认识这个人 蛮久的 应该是说 他是真的很发自内心 在关心你 对不对 对 他不是像 好 我不要讲国籍 但他不是像 某一个国家的人 就是会问你说 那个 How are you 然后你就 如果你跟他讲一大堆 他就会觉得 你干嘛跟我讲这么多 他们问的每一个 他们问你 How are you 就是真的想要知道 你好不好 如果你跟他说 Muscle manos 就是马马虎虎 他可能就会马上问你说 你怎么了 对 不会只是不演的 跟你说 Hello 他们很真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 蛮可以信任这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台湾人的真啊 就是说 我们会是用聊天的过程中 感觉到对方的真 但是对于拉丁人来说 因为他们有太多 比如说见面的时候会爆啊 或者是他感动的时候 也会爆你啊 然后很用力的赞美你 对 我觉得那是一种境界的真 对 我们少了一个肢体的那种 对 因为他们一见面 就是会亲户亲年家嘛 然后在那个moment 你可能跟这个人马上 因为有人不亲的 但如果你不亲 就是脸颊碰脸颊 你会觉得马上那个距离 有点拉近的感觉 拉近了 对 没错 他们都真的很真诚吧 你觉得这一点也包括 在见到长辈的时候吗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去他家做客 因为跟家人见到面的时候 也是要抱一下吧 嗯 对 那会不会也因为 因为通常我们都很害怕 去见家长 怕死了 那会不会一开始见面的时候 跟他爸爸抱一下 跟妈妈抱一下 你就觉得妈妈好像比较亲切 爸爸也比较亲切 No 爸爸比较亲切 妈妈简直超可怕的 妈妈就很像是台湾的恶婆婆 这样子 她妈其实很好 就是她家人其实都很好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 就我那时候第一次要去她家 就是圣诞节之后 应该是说圣诞节那一天 我跟她其他家人 一起在墨城吃饭 但她父母其实住另外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26号就去 然后在去的路上 我说 等一下要不要 就很台湾人哦 我问她说 等一下要不要帮你妈洗碗 我是不是很机智 我是不是很礼貌 要问一下文化的不同 对 我是不是很机智 好媳妇 好媳妇 然后她就说 你要发自内心的啊 你如果不想洗 你就不要洗啊 但如果你真的想帮忙 我妈妈应该会很开心 但如果你不用勉强 你自己做任何事情 除非你发自内心 这回答一百分耶 一百二十分 可是这很可怕耶 所以你会有洗吗 对对对 当然还是有洗的 跟她父母其实都还不错 因为我之前有见过 墨西哥其他朋友的父母 当然你是儿子的朋友 或是不是儿子的女朋友 你就不会 就是那个有差别待遇 你懂吗 你今天只是她的朋友 跟你今天是她的女朋友 这是两件事 哦真的哦 所以你会有那种 要通过妈妈的考验的 那种感觉吗 是没有 可是我觉得她父母 可能会觉得 哦我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你要干嘛 你要怎么生存 或是 当然她不会问我 因为他们其实 觉得这些问题 蛮私人的 可是她爸妈考虑的点是 我那时候要跟她一起住 她跟她爸妈 大概聊了两个小时 哇 不是在你面前吗 不是不是不是 他们用电话聊了两个小时 说这个女生 就是在旅行 然后我跟她交往 是认真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起住 她爸妈就是跟她聊了 分别聊了一个小时 哇 他们的家庭观念 就是真的很好 不是一个假象的说 我们重视家庭 大家过年过节要回来吃饭 而是真的 你会跟爸爸妈妈讨论到 你的人生重要的事情 没错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相比就是 亚洲华人社会 很多的家庭 是给你很大的压力 所以小孩跟爸妈的关系 不一定会好 我的感觉 我的家庭是很好 只是说 我的感觉 曾经怕你妈妈被听 对对 先曾经 可是她的那种好 是我没有看过的好 我自认我跟我妈是好 可是我不觉得 我可以跟她说任何事情 因为Louis有个姐姐 她的姐姐到她五岁 她跟她妈妈无话不谈 她现在跟谁在dating 她跟谁 哪一个男生到哪一个积累 都会讲 对 然后她妈妈也会 就是跟 这样会不会爆料 大家听不懂 因为她妈妈也会跟姐姐说 她跟她爸爸床上的关系 什么的 哇 这么细节 细成这样 她会帮她妈买一个 情趣的衣服 因为这些东西 她觉得这都是很健康的 他们的观念真的很前卫 跟 我一件难想 像台湾有任何一对家庭 可以像这样子 而且是真的用非常健康的观念 在聊这件事 不会像一般白人 好 这样讲也不太好 可是就是可能一般我们会觉得 西方白人或是西方人 他们性观念开放 但是除了都叫父母名字之外 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很像朋友 不是 这个又上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不代表一定要聊跟父母聊性 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他们什么都会聊 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 而且是双向的 不是只有小孩对父母这样 哇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墨西哥 我只有一次是 就我也是到那个墨西哥朋友家 我们到了以后晚上 因为是他的生日 所以我们晚上要出去 去酒吧跳舞之类的 然后他爸爸妈妈真的是 就是目送我们 晚上12点 对 离开家里 我想说这怎么可能发生 在台湾的家庭 12点 三支飞 然后我们后来喝了醉熏熏的 凌晨三四点回来 他爸爸起床帮我们开门 我内心真的是无比的愧疚跟抱歉 但是我又已经喝轻了 你知道吗 可是他们就是一直觉得没关系 他们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是习以为常还是怎样 他们真的无所谓 因为他们从高中就在做这件事 我觉得 就是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觉得爸爸可能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样 没错 就是这样 爸妈年轻也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他们很能够体谅 年轻小孩子这个时间 就是要出去玩 就是要去认识朋友 这会激励我们以后要成为 这种开明的爸妈 是真的开明 就真的要很放心 你要告诉小孩 就是怎么保护自己 路上要安全啊 什么什么的 可是他们真的不会阻止他们出去 而且也不会说不要喝太多种话 我没听过种话 他们只会说玩得开心 对 标高音 真的完全没有任何一个 一个担忧 没有一个提醒 对 没有一个很扫兴的感觉 你只能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希望你玩得尽兴 玩得开心 但我觉得今天是不只在于生日 应该是每个weekend 每个weekend 拉丁人啊 他们真的 对 都很开心 好 我们现在假装 如果说你有一个朋友 他现在正在跟墨西哥人暧昧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吗 嗯 好 我觉得不只是墨西哥人 我觉得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不管他今天是美国 欧洲 非洲 我不知道印度 泰国 我觉得就是异国恋 其中一个人会做出妥协 因为你们想要 如果不是远距离的话 就是一方到另外一方的国家生存嘛 就是生活 嗯 对 那你一开始一定会觉得 哇 很浪漫 很期待 我要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 对 可是 其实你要放弃的东西很多 如果你在台湾已经有不错的事业 已经架构好的朋友圈 家人 你熟悉的整个环境 舒适圈 你现在觉得 OK 我认识这个男生 我就是要去 另外一个国家生活 嗯 一开始会觉得 哇 很浪漫 很新鲜 可是 还有很多现实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做出这个决定 就是等于你要妥协 可是 你要不要再妥协的更多 我觉得你不能说 我今天是为了这个人 做的这个决定 你要为自己做决定 对 因为你要妥协 然后放弃自己的家人啊 朋友啊 工作啊 一切的那个舒适圈 然后搬去另外一个人的国家住 这要很勇敢 我觉得你就算讲得太好了 我应该搬一个 搬一个两张给你 对 搬去另外一个国家住 虽然很浪漫 可是 你到那边 你就是开始生活 这一点都不浪漫 很多现实的那个因素 需要克服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现实 还有很多是心理的因素 为什么我要为了你这样做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你要为了另外一个人这样做 你是要为了你这么做 对 因为你想要改变 或是因为你自己本身 不要把这个东西 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那会给他一些压力 重点还是要绕回自己的身上 虽然说你爱对方爱得要死 但是也不要为了他 做出任何的决定 是这样吗 我觉得多少 就是你在恋爱的时候会妥协 你就不能去计较 我今天妥协的多 还是对方妥协的多 计较就没有那个意思了 我觉得你可以想成是说 你有这个能力可以付出 你应该为自己 有这个能力而感到开心 这样子你就不会变成是 讨恩情 就是还在那边说 我之前为你付出了多少 我放弃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为什么 现在不能多做一点什么 这个太容易发生了 除非我觉得最公平的一个点 就是你们两个帮到 不是你们的国家 真的到一个地方从零开始 这样对两个都公平 讲了这一段话 是你在感情里面的时候 就已经体悟到的吗 还是其实是你分手以后 后来反思回去自己的 我们在大概 就是热恋期结束 大概三个月 我们就谈到这件事了 这么快 就是这么的一对情侣 没有 一点也不成熟 因为就是开始会吵架 就是热恋期过了 你会开始看到很多现实的东西 然后你会觉得 我要住墨西哥吗 这是我要的吗 但又回到当初 我要留在那个的地方是 我想要学一个语言 好 那OK 那我就至少学完语言 再讨论下一步 但好时不时 那个时候 可能第八个月吧 就遇到墨西哥城 那边有个很大的地震 对 相当于台湾921大地震了 对吧 对 因为那一次地震真的 蛮难过的 就是蛮多人就死了 然后或是整个大楼都倒了 然后我身边有认识一些人 他们也就走了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地震的大厦 我一个人在家 他要去工作 就家里完全没有人 然后所有东西都塌下来 我就是跟着邻居的 我有一个老奶奶邻居 我们两个就是手握手 然后他在祈祷 然后我只是觉得 天哪 我真的是要死在这 我妈一定会很担心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 那时候我就想到家人 哦 天哪 我起鸡皮疙瘩了 那是真的 因为那个奶奶 我那时候住四楼 奶奶说 我那时候要直接往楼下逃 奶奶说不要走楼梯 因为地震的时候 楼梯是第一个断的 因为它的那个架构嘛 然后奶奶就 就是牵着我的手 她开始祷告 对 然后我当下 就是真的觉得 我在做什么 所以那一次结束之后 我们就很认真地躺这个 我希望他就是为了 我帮来台湾 所以 但就当然没有 你可以知道 对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然我们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 是完全可以用英文工作 对我们两个都好 他就说 哦 可以想想看 但因为之后就是 我们两个都找到还不错的工作 所以就没有再谈这件事 了解 对 但时不时你会想想 嗯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 我们还有什么可能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住在墨西哥 对 如果我们今天住在台湾 那会怎么样 那这是可行的吗 嗯 嗯 这真的是异国恋的 那个心酸 对啊 因为其实并没有很浪漫 我不觉得就是 浪漫是跟谁吧 就是跟国家 我觉得不是很大的关系 嗯 大方这是更难的事 同意 很好 对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在这段恋情当中 你有什么成长吗 学到了什么 爱自己 我觉得很老套 可是就像Justin Bieber说的 Curt他的话 我是不是很可耻 我以为 这样的还真心意懂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对 就Curt Justin Bieber说的 Love yourself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而且就是 做的每个决定 都是为自己做 这样你就不会后悔 这真的很重要 对 而且你不会觉得说 我花费了大把的青春 你在干嘛干嘛 不会 一定要做自己觉得有值得 做自己 不会后悔的事 其实我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每次要 做一个决定之前 我会想说 我要做这个决定吗 如果我不做了 我会不会后悔 或是我做了 会不会后悔 然后 很认真地思考 就是为自己做决定 对 我觉得虽然是老生长堂 大家都在讲这个 爱自己 但真的是要爱自己 但真的很难做得到 我觉得 尤其在感情中 你就会 想付出啊 什么的 对 没错 大家还是要把重心 拉回到自己的身上 对啊 好 今天非常谢谢Curt 我觉得这一集实在是太好听了 非常谢谢你 好 不会 很开心可以跟你聊天 我也觉得很开心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Gamila的分享 也帮大家统整一下 我们今天聊了什么 一 华人跟拉丁人的优缺点 华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优点是比较贴心 观察力很敏锐 还有随时会注意另一半的心情 而墨西哥人的优点 是他们无时无刻都赞美对方 甚至包括肢体动作 像是给对方一个拥抱啊 或者一个亲亲啊 这些小动作都可以让另一半觉得 更贴心 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华人就照着大家所谓既定的优点 或是潜规则来走 也不是说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很外向活泼大方感表现 我觉得看到不一样的文化之后 很像是你开天眼 开眼界 就是你打开更多的选项 然后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就是自己或者是对方的个性 是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 那怎么样做可以让两人的关系更好 二要学习当一个开明的爸爸妈妈 就是我在跟Gamila谈到见家长或是见公婆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在当爸爸妈妈 你可以做到哪一种开明的程度 可能很难马上做到像墨西哥的家庭那样子 像是什么 我半夜十二点还送儿子女儿去夜店跳舞 或者是说侃侃儿谈 跟儿子女儿讨论到性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台湾大部分开明的爸爸妈妈 他们能做到的可能是偷偷的 很害羞的塞保险套到小孩子的包包里面 其实这就算是一个蛮好的开始 但是这一路上所谓的要怎么保护好自己 当然不只有保险套这件事情要学会 还有像是你要怎么去夜店啊 你要怎么跟陌生人交谈 你怎么观察对方的人品好不好 甚至如果说你在不安全的国家 像是墨西哥 你要怎么保护你自己的手机跟钱包 不要被偷 这些都是很值得教 也很值得学习的地方 三套一句小贾斯丁说的 一定要爱自己 对就是love yourself 听起来真的很像废话 可是等你爱上一个人 你就知道爱情是有多么的盲目 所以一定要练习自私一点 不管你做任何重大的决定 都应该是为了你自己 而不是委屈求全 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外话 在旅行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 有美国人啊 欧洲人啊 或者是东南亚人 中国人等等 非常多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 各个国家都会有一些 百分之三十左右 是属于他们那个国家的个性 例如说 他是一个日本人 你就可以感觉到 他其实是蛮有礼貌 很客气的 那如果你是遇到拉丁人 通常他们就会很嗨 而且很爱喝酒跳舞 而台湾人的个性呢 是很随和 个性很好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可是一体两面的是 台湾人的随和某个程度上 是因为太没有自信 台湾人的人太好 是因为很想要争取大家的认同 所以我觉得 很多台湾人很容易忘了自己 这个状况在感情的世界里面会 非常的严重 好像是说你一定要变成陀螺 为对方打转 好像你如果有一点点自己的生活 就是你不够爱对方 所以回到小贾斯丁的那句话 大家还是要自私一点爱自己 不管你是在跟哪一国人谈恋爱 都一定要记得 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但我想是因为缘分 让你听到了我的声音 也非常谢谢你 听完了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对旅行有兴趣 想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 背包客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欢迎你在YouTube Apple Podcast 或者是Spotify Sound on First Story等等平台 来订阅我的声音 也希望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听完之后的想法哦 谢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 Adios See you 拜拜